活动联合喜瑞都社区大学刘欣校董 瑞航德社区大学潘子余校长 以及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大洛杉矶分会等多人一起推动 主要原因是出席各方都深信 教育合作能连接台美文化与社会 并在各领域建立伙伴关系的最佳方式 整个活动当然是秉持了两个社区大学 在我们刘欣教授的协助之下 在多年来都已经有举行这样的一个选送 这边local的学生到台湾去实习 藉由这个实习的了解台湾的文化 风土民情 也让他们也透过所谓的英语教学的机会 跟人民来做广泛的交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计划 此外延续2020年的台美教育倡议 2022年还强化更多合作 就是让我们这边大洛杉矶的台籍社团 有机会居间来协助他们 除了过往以前的文化参访 跟所谓的旅游节目之外 能够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就学校所学的技职方面的一些认知 藉由这个参访的机会到台湾实习 或是到一些大企业里面去实地参访 这样一个人能够让他们这次 访问台湾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 各项由台湾政府支持的合作计划 包括台湾优华语计划 累计已经与41所美国学府合作 且核定要在美国新增20所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其中5所都在大洛杉矶地区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地区